第十九頁 請各位看到第十九頁 第一個我們看到甲酸 甲酸可以使過母酸甲容易褪色 所謂過母酸甲容易褪色 我們在氧化還原裡面的時候已經講過了 就是過母酸跟醉翁變成抹離子 這邊是紫色這邊是黎色 所以可以使這個對色 為什麼甲酸可以使它對色呢 是因為它有一個拳擊 其實這個東西只是一個特殊的結構 因為它只含一個碳 所以它會有一個類似拳擊的結構出現 在這樣的狀況上面 下個禮拜 陳佑報告完了兩個世紀以後 我們就能夠知道 為什麼拳擊它會有這個叫做還原 對不對 是不是 所以說拳擊它有還原力的一個狀況 所以說拳擊其實它可以當作一種還原劑 對不對 是不是 就是從這邊來的 好 素酸我們就接觸了很多了 就不再講了 下面有一個是草酸 草酸最主要是用來標定過母酸甲的容易濃度 我們的實驗室 當我們把過母酸甲配出來以後 要經過一些蠻討厭的程序 一定要過敏 因為 因為我們最後要標定 各位 既然要標定 所以你會不會用得純的東西 會 會 來 越需要標定的東西 就越 越不需要純對不對 因為反正最後要標定 這三位 這三位有沒有人去賣場 或野花 你們媽媽都不叫你去買野花 很早就賣場 OK 那你去哪裡賣 九位 九位 超商 九位 野花多少 野花都一樣 一公斤多少 不知道 長是一公 一公斤嗎 一公斤 我在實驗室裡面用的是一種造作 低定級的 浴化蠟 它才有100克而已 上面 十克 很小一匹 裡面只有十克 低定級的浴化蠟 這一瓶 大概兩千多米 為什麽說 要那麽貴呢 因為它已經存到一種程度 你直接用電子塵 秤出來以後 直接就可以換算成它的穩度 不需要再去標定 懂這意思嗎 所以越需要標定的 越不需要純的 所以清氧化蠟一定需要標定 因為當你秤新氧化蠟的時候 它會吸收 空氣中間的二氧化碳跟水 對不對 所以它的 重量原則上 你秤不了那麽準的 所以需要標定 若母鑽甲 這種東西 也需要標定 但是在標定之前 有一大堆繁瑣的手續要做 中間最麻煩的就是過濾 要去過濾這個東西 然後最後呢 再用草酸 來做標定 因為高中的 表化蠟人不講 不講這個東西 所以 我們就不講 免得增加各位的繁瑣 請各位看下面的本甲酸辣 所謂的本甲酸辣 就是這樣的一個結構 也就是本甲酸 然後 它形成一個辣鹽 叫做本甲酸辣 這是一個重要的防腐劑 所以 各位在食品的包裝上面 很容易看到這樣的名稱 叫做本甲酸辣 這最主要是防腐用的東西 第一 明本二甲酸清甲 這個是 用在清氧化蠟的標定 明本二甲酸清甲 這個是用在 清氧化蠟的標定 請各位翻到第21頁 這邊有一個東西很有意思 叫做水陽山 兩位 兩位男士應該比較少用這個東西 我不知道 應該女性比較 比較可能用到嗎 就是 有一些要去角質的 一些 不管是 皮膚的 臉部的 頸部的 頸部的 我那些人去開會 對人家 對人家湊了一位 因為我們在審一個化工品的案子 等一下會講到為什麼要開這個會 結果呢 當場有一個醫生就提出來說 為什麼 要 要用臉 來做試驗 為什麼 直接小胸 大概等你大一點多久 結果在場的所有履性 披發 整個就叫起來了 我到現在才知道 用圖點的跟圖頸部跟圖手的跟圖身體 通風不一樣 所以 原則上沒有一個東西可以一體試用 對 所以 那個東西如果說是圖點的 化工品是圖點的 它要找個人來試 那一定要叫那個人塗在手上 不能說塗在手上 因為圖在手上所做出來的結果 就像最近淋木汽車是不是又被逮到了 什麼耗油量的問題 上次是山林嘛對不對 山林是造假 淋木沒有造假 但是淋木的方法不對 數據沒造假 但是方法不對 所以淋木汽車的老闆又出來道歉 那這水洋酸呢 就是一個非常好的去角質的 這個 這個 一種算是藥劑 所以 當我們到皮膚科去 皮膚科給了某一些 外用藥 說 能夠去角質的話 有兩種 這個 這個是比較貴的 如果說 它的 它的裡面 是主要成分是這個東西的話 那種藥是比較貴的 另外一個 是這個 廟宿是一個非常好的去角質的 所以 那個藥裡面 它說有百分之五十的藥素 然後另外百分之五十是什麼呢 就是 一般的一個 機質 不管這個機質是 有化碟也好 或油性的藥 都不管 那這種東西呢 就是比較 便宜的藥 這種是比較 會的藥 這種原則上都是屬於 化妝品 這種東西 通常是 藥 所以你到醫院去 到皮膚科 拿到 任何有關於去角質的藥物 原則上都是屬於藥素 好 阿斯蒂林剛剛已經講過了 它是 呃 從本甲山這邊開始 呃 形成的 那阿斯蒂林 它是 有一個很好的一個 擴張 呃 這個抗靈血的一個效果 這件事情 要請各位 呃 能夠 技能 有這件事情 就可以了 呃 哪一種病人 最需要 阿斯蒂林呢 不是 頭痛 或什麼痛 洗腎 洗腎的病人 一定要吃阿斯蒂林 因為他要抗靈血 否則的話 對他洗腎來講 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情 好 所以 那種阿斯蒂林 通常是比較高劑量 高劑量的阿斯蒂林 呃 我不知道各位 對阿斯蒂林的認知是什麼 你大概都 呃 就像什麼 土拿騰 那說不含阿斯蒂林 對不對 那 呃 通常是一顆一顆的 但是 呃 通常洗腎病人 所吃的阿斯蒂林 都是交往前 都是 呃 劑量會很高 乳酸 等我們講到 糖類的時候 我們講到乳糖 然後再回來看乳酸這件事情 各位看到 第21頁有關於 靈本 二甲酸 二心 二心子 這個東西 中間那一段畫 請各位注意 靈本 二甲酸 指 是塑 化劑 靈本 二甲酸 指 是塑化劑 但是這種塑化劑 現在已經 在塑化劑 塑化劑 油料 啊 或是說印刷的那些東西裡面 是不准使用的 是不准使用的 那這種塑化劑呢 比多可以用在非食品用的塑膠上面 只要接触食品或接触人的塑膠或塑料 不得有银本二甲酸脂的这种塑化器 好比说后面那个保德底是绝对不准有塑化器 然后儿童穿的衣服上面所印的所有字 也不准有塑化器 然后儿童所有的玩具塑胶玩具 好啦好啦我只说那个字而已 儿童所使用的玩具塑胶玩具 是绝对不准有这种塑化器 几年前四五年前吧 四五年前不是有一个塑化器的食安事件 还记得吗 食安事件不一样 不是不是 那个塑化器他把塑化器当起云剂来用 那塑化器是一顿 以顿来剂 那起云剂是以公斤来剂价 所以说我记得那个工厂在细齐 然后他就把塑化器直接拿来当起云剂用 然后大家就抹着喝塑化器 好请各位翻到第24页 好来来来来跟各位讲一下这个东西 水牙翻讲 我不知道各位过年的时候 过年的时候有没有放过的冲军泡 嘀蹦 有没有放过这边的地方 你要不要 我家多的 要吗 没有 过年的时候就要 没有 过年的时候到我家里吧 水底班 真的真的真的 真的真的 我点大香 我点大香 放那边温 温到给他 那个发出来的声音 有 几种 第一个叫做 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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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子酸 这是一个 好像这个石吧 还是这个石 哦 这个是最贵的一种 哦 哦 材料 哦 因为这个太贵 所以 他们后来 现在都是用水羊酸奖 纯的水羊酸也很贵 但是工业级的水羊酸奖 他的声音 会比 纯的水羊酸 跟墨石子酸 要来的比较 嫩一点 哦 不是那么响亮的哨音 但是一般人来讲 分不出来 所以 目前 台湾 跟 中国大陆的 哦 哦 干西香东 妹蛋 所做的 这些哨音 都是用水羊酸奖 这个东西来做 这个东西 加上 墨绿酸奖 这两个东西就够了 加在一起就够了 然后墨绿酸奖 放过氧化剂 然后 然后 水羊酸 只要能够点凿 它就会产生 强 强烈的一个 震动 然后 产生哨音 出来 它不是因为 气体 急速的 这个膨胀 所产生 出来的哨音 而是说 它所产生 它燃烧以后 所产生出来的震动 而产生这样的哨音 震动 就是我们在 从年过节 或者说 我不知道你们家附近有没有放鸽子 养鸽子 他们叫鸽子怎么飞 鸽子在那飞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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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鸽子很软 他看锅在那边 他飞飞飞飞飞飞飞 他就来回袖 然后呢 那些养鸽子的人 就是一直用这个炮飞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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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 有些...有些化肉物 有關於它的... 方虛和葡萄品的東西 一個阿米、一個阿麥 這兩種東西都是屬於鞍類的東西 既然是鞍類 第一個它是減氣 第二 有的氣味原則上都是臭味 中間的一個差異性就是在這一個上面 有沒有這個探機的問題 就是一個是阿米、一個是阿麥的一個區別 但是它最重要的都是這個東西 所以當有這樣的東西出來以後 第三件事情就有一級、二級跟三級鞍的出現 就會有一級鞍跟二級鞍還有三級鞍的一個出現 這上面最主要是它在畫性上的一個不一樣 只要你能夠有這樣的一個觀念就可以了 所以這種呢 這種呢我們叫做西鞍 這種呢我們叫做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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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 或特別是藥品 它的尾巴後面 不是這個 就是這個 很多都是這樣 都是一個阿米的東西 阿安類的東西 或是西安類的東西 阿脈的東西 它前面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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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稱呼 然後最後呢它會來一個東西 也就是說這個東西 是鞍類或是西安類的一個化合物 所以你第一個請你知道如何去做一個分級 第二個什麼叫做阿密 什麼叫做阿脈 把它能夠分得出來就可以了 然後它是一個鹼的東西 然後它會有分子中間的一個清見的問題 所以請各位看第25頁的I 這邊的內容請你把它能夠記下來 鞍的肺點比相對應分子量的氫跟米要高 比純跟縮酸要低 這邊就是分子間清見的大小的問題 然後 脂肪鞍中的一級鞍的肺點最高 然後 其次 這邊就是分子間的清見有關係 這些一些說明 能夠你稍微留意就可以了 下面有一個賈西安的這個東西 我不知道各位對這兩個字的認識是什麼 在這裡 和你做的菜單 如果是沒有關係 要用這個的也順的 要做什麼 如果是不好的 在這裡 在這裡 為什麼能夠分子 看羅來 後面 在這裡 再 很多外用或消毒的那些卵膏或藥物 中间几乎都有很多黄氨类的东西 然后这些东西是一个很好的消毒的东西 所以你可以看到以西本案那些也是一些振动剂的东西 各位翻到第26页 下面有一个本案本案下面有一个节斗式 他说他那是甲基层 对不对看到没有 有没有好来 甲基层中间有一个节斗是这样 看到没有找到没有 这种东西就叫做 藕蛋化合物 这种的涂料 颜料 印刷用的东西 不管是印在纸上 任何的物品上面 包括衣服上面 在欧洲来讲 只要是消欧洲的东西 只要是用在任何的物品上面的 有颜色的东西 都不准有这样的结构出来 所以 颜料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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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 我有一本专门讲颜料的书 这么厚一本 比这还厚一点 比这还厚一点的 差不多这么大很多原文书 里面讲各式各样的一个染料 只要有这样的偶蛋结构 这种就叫做偶蛋结构 各位可能以前 你或许听过这两个字 但是这个叫做偶蛋结构 这种东西 在欧母来讲 是不准输入 只要检验出来 就会有 只要检验出来 就会有 所以 这种状况 能够让三位知道 下面有 有一个东西叫做 本丙氨 就是所谓的 安非他命 这个安非他命 请各位回去查一件事情 另外有一种东西 然后这两个东西 不是说查的重点 而是说这两个东西 跟一个东西有很大的关系 请各位把它记下来 为什么会有 甲基安非他命的出现 跟安非他命到底在结构上面 有什么不一样 然后甲基安非他命跟安非他命 跟麻黄素的关联是什么 麻黄素又从哪里来 这个是原料 所以说甲基麻黄素做出来 就是甲基安非他命 如果说是麻黄素做出来的话 应该就是安非他命 那安非他命 为什么 会有甲基安非他命的出现 因为 这个比较便宜 甲基安非他命比较便宜 效果比较差一点 但是呢 还是可以达到 那些使用者的一个目的 但是 卖个人 他还是按照安非他命的价格在卖 OK 我希望三位上电脑去看看 这件事情 以后在 新闻上面 万一你看到说 有安非他命或甲基安非他命 就知道说 到底他的差异性在哪里 好 下面有一个东西 叫做瘦肉精 瘦肉精 那这件事情 在目前来讲 从现在开始 对于台湾而言 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到底 美流 跟美珠 可不可以进来 因为我们现在的法规 对于瘦肉精来讲 叫做 零简出 零简出 什么叫做 零简出 就是根本就没有 不可能有 然后 美国人的意思是说 你把这三个字拿掉 改成说 这个 要 小于 要小于 要小于 多少个 PP 那这一件事情 这两个东西 这三个字 跟这一个符号 就需要 修法 因为 零简出 跟多少的PP 是完完全全不同的一个概念 所以 在这样的状况下面 目前来讲 会给新政府 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击性 然后这边要跟各位报告一件事情 在这个瘦肉精的前面上面有一句话 他这个本来要作为气场用药 但是没有通过这个 美国实体药物管理局的人体实验 人体实验 或叫做人体实验 重要的就是 人体 不是动物 那这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就牵扯到一件事情 就是 这个人体 实验整个来讲 要经过 有一个 简称叫做 IRD的委员会 去审核 这个叫做 伦理委员会 这种伦理委员会 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 为 有一种人 这个人体 就会牵扯到 一个受 受试验的人 受试者的一个权益 然后 这件事情 为什么会发生呢 是因为 美国早期 早期 拉人来做实验 做实验呢 又不跟别人讲明说 他会有一些特殊的 或者说后遗症 然后使得这些人 在不明就里的状况下面 成为他们的受试者 然后这些人 在日后 产生一些 身体上的状况 然后 求告无能 所以从美国开始 他们就要求说 所有用人来 试验的 这件事情 都必须要经过 人体实验委员会 现在改成 伦理委员会 要审核 监督 然后才可以执行 在中间有一件事情 是我们以前 没碰过的 一个人 用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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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愿不愿意拿这一瓶回去试试看 然后请你把你的资料留下来 我们会跟你结落 然后看看你试用后的一个结果 这一件事情 不管再落实男性或女性 都请听清楚 当有这样的状况 而你没有去签署这一份同意书的情形下 都叫做 谁违法 给你东西的人 要你拿回去做实验的人 违法 而这种 违法这样的法 罚钱是小事 这是最低本型是五年以上的图形 这个图形相当相当重 所以我们现在有人 人体实验法 然后我们有个资的 保护法 对不对 所以 在这样的状况下面 你所写的资料 比如说你的联络电话 你的出生年约日 跟你的定属 这些属于个资 就是 他有没有去保护 会保密 然后他有没有尽他的义务 告知你 你用这个东西的一些 可能产生的后果 然后 最重要的 你 同不同意 用这个东西 所以 我们在街上 时常会碰到这样的状况 第一个 可以留一些资料 对不对 这是 已经 最起码 这是牵扯到 各自保密的问题 各自保密的问题 另外 如果说给你用一些东西 要你试用 那 如果说他只是送给你 你用不用 你家的事情 OK 这没有问题 这不违反 因为 是你愿意嘛 对不对 但是 如果说 他给你 又要 你 去提供 他相关的一些资料 然后呢 最后呢 还要去评断 你使用后的 结果 这些时候 就必须要有这个同意书 你必须要签 签签签签这个同意书 如果说 你不 他不给你签签这个同意书 他就违反 我下个礼拜要 要开这个会 我目前在审两个案子 一个案子 就是化工品的案子 另外一个案子 是运动方式的案子 那里面写的 写的话 我没有一句我看的 中文 中文英文 我都看了 但是连起来 我完全不懂他在讲什么 反正就是 他要找一些非常 已经属于那种 应该属于教练级 就是在健身房里面 这种已经是 在教人家如何训练 体能的 教练职 然后来做实验 然后找出 某一个方式 是对于某一种状况 可以有效提升他的体能 这是国科会 国科会 就是以前的国科会给钱的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 化妆品 那化妆品 那很简单 你涂在脸上 然后 五个礼拜以后 每个礼拜去测一次 看你皮肤改善的状况 然后 你使用呢 要使用五个礼拜 我大概都在审 化妆品 你来 居多了 那好了 请问 我在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个组织里面 担任的角色是什么 各位讲 陈玥 我担任的角色是什么 这一个组织里面 一共分成有两种 一种叫做 一种是医疗人员 那这种医疗人员 只是护理师 医生 或者是医检师 这种是医的 一种呢 是非医疗人员 非医疗人员 非医疗人员 通成三种 非医疗人员 分三种 一种是医疗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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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记不懂武法 也不懂医疗人员 所以说这里面 完全没有我化学的背景存在 对不对 那我是什么呢 路人甲 那所谓的路人甲是什么呢 就是 这一个受试者同义书 这里面的内容 第一个 我 要看得懂 因为我不是医疗人员 对不对 所以说 写的医疗人员 我不会懂 那你法的方面 我也不是那么清楚 那拜经 我儿子懂 那 这个时候呢 我就必须要 能够看得懂 你写什么 都让我看得懂 然后 我 我想要的权益 里面 有的 中文艺人 好 今天上课就到这里 下个礼拜上报告 然后